然後我們還沒有準備好喔 熱鍵 這個第二個熱鍵要設這個 暫時提升雷屬性的減傷 接著就是裝備啦 無名號稱本作最強BOSS 相信一定有很多人都卡在這個網啊 所以呢 我可以提供一個比較無腦的打法 但前提是你的力量要40 生命和持久力最好也是25以上 體力要15以上 我的打法是什麼呢 就是持盾流 硬扛他 這個BOSS物防跟雷防都要兼顧 所以呢 我是裝備哈維爾的衣服撐物防 那其他的東西包括戒指 都是要選雷防最高的 戒指的話就是雷抗戒指 全抗戒指 但是這樣子我們超出負重了 所以我們要帶一個負重戒指 這樣子負重96 這個打法是完全捨棄翻滾啊 BOSS所有的招式都是要舉盾招架 好準備好 我的裝備配置是這樣子 盾加5 箭加10 好緊張啊 好緊張啊 我現在的物防22 雷防47 好緊張啊 好緊張啊 OK 他噴火 他到脖子後 跑到脖子後面打他 他真的好緊張啊 呵呵呵呵呵 為什麼打一個BOSS我會這麼緊張啊 下來下來 用飛走了 膽小火 噴火 他打頭才可以打出因子 打脖子是不行的 死了沒啊 沒有剩下一點點 欸死了 進入第二階段 好最難的階段來了 好緊張啊 欸!人勒! 先別急著過去,先放一下狀態 他放攻擊就舉盾打 打血補滿 想要回血就要後退 拉開距離再回 不要停著回 這距離OK了,回一下 看不到我啦 人勒 出血果然沒有效果 他出血了 我要回血,先拉開距離 他進入第二階段 我還有九瓶血應該撐得住 欸!沒血了 先後退 好 瘋了,被打到一下 再往後拉 我們要回血 再往後拉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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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制成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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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 走 走 最後一刀 最後一刀 砍出去我就贏了 我贏了 別高興太醜 記得換頭套 一次過 這打法太簡單了 我的寶箱頭套太早換了 這個動畫變得好醜 看一下他會給多少魂 12萬 好像也沒有很多嘛 才12萬啊 五娘就11萬 裝備可以脫掉 今天的目標達成啊 我這種持盾流硬扛的打法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可以 後面的所有BOSS都用這個打法撐過 哈爾維爾的大盾太厲害了 把他衝到甲5抵抗力80 所有魔法的抗性都在80以上 把力量點到40 拿上這個盾以後基本上就無敵了啦 獵龍套裝 獵龍套裝是不是很重 真的耶 我負重戒指一拔掉 這個負重就跑到72了 而且好像沒有很好看耶 好畸形喔 滾不動啊 好啦今天目標達成 先回家一下 抵抗力高的 是被打會扣不價少精力嗎 沒有錯 他抵抗力就是 你那個精力被扣的百分比啊 應該是這個意思 其實無敏真的不需要這麼早打 我是比較建議先去打獵龍鎧甲 然後再用獵龍鎧甲那個魂去換他的獵龍大盾 獵龍大盾就更OP了 他的雷抗性居然是95% 所以你拿到獵龍盾以後再回來打無敏 然後一樣是用橘盾流打法 就更輕鬆了 他連雷傷害都沒有了 你就只要橘盾 然後再不要彈刀 一刀一刀砍 好啦今天目標達成 感謝大家收看 玩這遊戲實在是太累了 獵龍盾操重 對啊 操重沒有關係 只要把負重壓到100以下 我們並沒有要用到翻滾的動作 所以負重並沒有關係 我們就從頭到尾舉著盾 但是還是要適時放下把精力恢復了 那個 什麼時候舉盾 什麼時候放下 你就要自己摸了 自己摸索 這個我也無法教你了 好啦下禮拜見 大家掰掰 我要去休息啦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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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